娱乐中心综合报导台中一名18岁赖姓高中生本出离其坠楼身亡 图资料是台中一名18岁赖姓高生本月出离其坠楼身亡 赖母控诉儿子才刚记 5亿元房产就被担任地正式助理的夏姓男子戴 登记结婚,二小时后坠楼身亡 因此控告夏南谋财 命杀人,5亿高中生更是妈妈和公公乱伦所生 阿还曾告媳妇通奸 该案震惊社会引发热烈讨论 专台湾迷鹰更直言可以拍成剧 就叫阿公家的孙子 赖母又二昨出面控诉儿子遭骗婚谋财害命 资料是赖母昨出面控诉儿子遭骗婚谋财害命 后更多前传内容揭露包括赖男父亲为次子患中度智障 赖男母亲是公公帮儿子找来的中国配偶 自己却和媳妇通奸生下赖男 也让赖男部二岁就获赠一点三亿土地 当年阿摩也抓包老公和媳妇 兼气得提告病厌血缘关系 情节复杂度震惊权 五亿高中生家是背景复杂 图资料是如金粉专台迷鹰直言该案剧情可以拍成八点档 也为该剧命阿公家的小孙子 网友也纷纷留言抄向德卡尔的上面 创作文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三立民是编剧准备需要懒人包 而且是浅一板的那种前半段就是 立的一族的剧情阿 八点档终于有新剧情可以聊 一起坠楼案揭晓了庞大的绅士之谜 财阀阿家的小儿子台湾八点档应该可以尝试 三立心 网提醒您 勇敢求救并非弱者 生命一定可以找出路 透过守门一百二十三步骤 一问二应三转戒 你我都可以成 自杀防治守门人 安心专线 一千九百二十五一就爱我张老师专 一千九百八十生命线专线 一千九百九十五反霸凌专线 一千九百五十三